花莲儿家协会货卫福部核准成立东区首间的性创伤复员中心寓所 为20岁以上曾受性创伤者提供心理辅导、諮商以及法律咨询服务 现场邀请了门诺医院身心科医生 以及花莲地方法院少年一家市庭长 说明被害者受到心理创伤 而家协会理事长也呼吁民众 面对性私密照片、影片的四部法则 不拍摄、不下载、不散播、不责备 花莲儿家协会或卫福部核准成立东区首间性创伤复员中心寓所 为20岁以上承受性创伤者提供心理辅导、諮商及法律咨询服务 此日邀请儿家协会荣誉理事长、门诺医院身心科医师王乃燕 和花莲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庭长陈亚敏 说明被害个案在校园或在家庭受到的心理创伤 美眉跟姐姐吵架 美眉国中生 姐姐大概是七岁 美眉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她把姐姐手机里头的一个 有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男朋友是经过 她姐姐的同意 只用姐姐的手机拍摄 所以一开始你可以感想 姐姐觉得很安全 因为男朋友手上没有 只有我有 但是美眉跟她吵架之后 把她散步霸 她用姐姐的手机 她随便找了几个群族 拔出去 她说妈妈不希望女儿出事 就没事没事 只怪那个男朋友怎么可以拍 然后呢 开庭的时候不让姐姐来 姐姐从头到尾就是 怎么样希望姐姐来 我们希望怎么样协助姐姐 我们根本看不到姐姐 就不开庭 妈妈说哦 姐姐仍然要忙要怎样 姐姐没事 姐姐已经原谅美眉了 然后呢 那些散步的影片 说都删了 都已经去找到那个源头上 你们想想看 看到影片的都是她的 朋友亲戚表妹表哥 那种感觉 她已经被大家看光 而且看到的是什么 是做爱的影片 这个姐姐会没事吗 她要走出去 她的人际网络 当她走出去 每个人都看到过 真的就像刚才现场有讲到 都是用想着都自己皮皮 给大家 我觉得那要很大很大的重建 但是我们司法的困难在哪里 如果被害人不来 我们没有任何强势力说 我要逼你来 然后我能够做什么协助 我们能够做的是对这个妹妹 然后我们很希望让妈妈了解 其实这个姐姐需要非常多的协助 我们不是要处罚你的女儿 处罚这个妹妹 可是我们要让她知道这个散步 用这种方式 你前辈吵架很平常 你这样一个案件发出去 你对姐姐的伤害是一倍的 十年啊 过二十年 你是怎么过的 带着这个伤是怎么过的 那他们当然说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其实都没有完全好 噩梦啦 或者说是看到什么新闻 有些暴力或者是新疮伤的新闻 他那个恐惧 我们说那个侵入新的影像 Freshback啊 那些影像都会再出现 他怎么引引 他就尽量躲起来 或者是吻一颗药啊 等等的方式 一直到某一个事件引发他 无可逃避 所以才会踩到我的门者 所以这些成人个案 他可能在早期比较多年前的一个 一个线疮伤或者是剥削 他用他这个方式去压抑 可是压抑到一个程度 人本的他没有办法在承受的时候 他其实生性疾病就会出现 二家协会理事长侯仁智表示 现在网路科技发达 使用年龄层下降 近年性私密影像传播案件 每年约200多件 事实上在社区服务 发现实际案件高达2-3倍 未来寓所将提供20岁以上 或早年遭受性创伤者 如性侵害、性骚扰、跟踪等被害者协助 可至华联县二家协会 脸书粉丝页预约 协助生活适应辅导 心理资商及律师咨询等资源 借着讲邦远华联士报导